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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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課過程中我們了解到 攝入續團這個新的養殖概念 只要在水中加入葡萄糖或是糖蜜之類的有機碳氧 就可以有效控制水質 完全不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培養消化系統 這種方式在台灣比較少見 因為糖蜜在台灣的價格很大 經查找資料後發現 高粱酒釀造產業會產出非常多高粱酒糟廢氣 價格非常便宜 而且沒有人將高粱酒糟應用於生物續團的研究 所以我們決定引入高粱酒糟廢氣物 來處理養殖廢水 以一種產業的廢氣物來製衡那種產業的廢氣物 我們的實驗原理是藉由控制水中的碳氮 還是水中的液氧菌大量支撐 而我們的液氧菌達到一定的數量後 就會形成這種一坨一坨的生物續團 我們的生物續團不只可以起到淨化水質的作用 還可以作為魚類的補充飼料 我們的實驗是將這個高粱酒糟 加水打碎之後 變成這個高粱酒糟萃取液 我們將實驗分為三個對照 分別是清水 高粱酒糟萃取液 以及傳統工法的糖蜜 我們將三缸的碳氮菌 都調成了一致 並且人工飼料被使用的螺氮菌 我們也會盡量測水質 瞭解生物續團進化水質的作用 在實驗結束後 我們也會將魚苗撈出 並比較齊生長的程度 經由實驗結果發現 我們使用九招來培育生物續團 以及養殖紅衣蘿上的效果 不比使用傳統的糖蜜差 甚至在成長及耳療效率上更慎 我們推測是因為九招中的微量元素 補充了生物續團中的營養 使得我們的紅衣蘿魚吃得更加健康 而且我們的九招成本 只有糖蜜的七分之一步道 可以給獵者省下很多的飼養費用 是一個值得推廣的特項 高中九招 敗 敗